這個端午節 你是不是也一口氣 吃掉了許多顆粽子呢 而你選擇吃的是北部粽 還是南部粽呢 根據專業的中醫師表示 粽子的選擇 竟然也影響著 是否容易消化 這粽米外面那個東西 在北部粽跟南部粽不一樣 北部粽大部分以竹子葉為主 那竹葉的話 比較清熱一點 清熱 所以怕我們吃下去的話 肚子會很補 所以會有點清熱 所以清熱的部分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南部粽的話呢 就是月桃葉 月桃葉的話呢 會有一種芳香 醒皮的效果 所以可以促進 我們腸胃的蠕動 所以呢 其實理論上 如果說你腸胃比較不好的話 吃南部粽會好一點 但是前提是 你不要做那麼大一個粽子 盡量不要用糯米 或者糯米少一點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對我們腸胃 會保護會比較好一點 一顆顆粽子吃下肚 無論是北部粽 還是南部粽 如果不小心吃太多顆 都會導致腸胃消化不順暢 脹氣不舒服 遇到這樣的情形 究竟要如何處理 專業的中醫師 有解決方案 在古書上就有記載了 因為端午節 本來就是一個民間習俗嘛 所以自古以來的話呢 都有一些 針對吃粽子完以後 肚子脹氣的一個方式 就是木箱 還有神曲 還有麥芽 那木箱這會藥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地方 它本身這個藥本身就是 消脹氣的藥物 消脹氣的藥物 對於我們的腸胃啊 它的蠕動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那神曲這位藥的話呢 它是有很多的 就像我們現在的很多的一些 有一些益生菌在裡面 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的整腸 那麥芽的話呢 這位藥的話我們都知道 它可以消我們的所謂的骨雞啊 就是我們吃的五穀雜糧的一些 所謂肚子積在裡面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可以幫忙的 這三位藥怎麼處理呢 那一般而言的話呢 該古代的話呢 就是這位藥 譬如說這位藥 木箱一錢 神曲加一錢 麥芽加一錢 要用熱水給它沖泡一下 要加一點點鹽 鹽巴放進去 鹹鹹的這樣下去 但是現在的話 比較方便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 科學中藥 譬如說木箱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放個差不多一克進去 放在我們的碗裡面 神曲的話呢 也把它打開 放一克進去碗裡面 那麥芽 一克放在碗裡面 加一點點鹽巴 加水的話呢 大概差不多 五六十CC就可以了 喇喇耶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就是一天的話呢 可以早晚各喝一次 那喝完以後 你會發現說 肚子就咕咕咕會叫 然後脹氣就慢慢消掉了 我個人試過的話 非常有效 只要按照正確比例 調配麥芽 神曲和木箱 就能夠調整出 減緩脹氣的消脹茶 在吃完一大堆粽子後 不妨來一杯 用獨門漢方 調製成的消脹茶 解決脹氣的不舒服吧 解除金委中复新高雄報導 謝謝